我們來持續討論 這是迷藏主席蔡英文的接受媒體專訪 他講的非常多 但是我們這個階段要討論的是 他批評什麼 批評我們的馬總統是沒有尬詞啊 沒有膽量 他說這很多企業界 很多人又有很多 很多朋友很多人 告訴我說 馬英九政府是沒有擔當的政府 不做決定啦 因為怕這個怕那個啦 他說這個是一個政府的法規結構 決策不完整的時候 要用個人的政治承擔來補足 但是他就批評馬總統沒有Gas 但是同時他也講到什麼 他也提到了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之前常討論的 他對於這個所謂的這個大陸政策 是不是這個地方 他也做了一些比較詳細 比較Gas的這個說明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了什麼 這是他提出說在地經濟 他要發展在地經濟 而且呢是不是鎖國 他還說在地經濟絕對不是鎖國 而是與國際競爭體系互補 提供多元生涯 還有這個就業選擇 因為越在地越國際 好像還是看得有點模糊 不過呢這個是部分呢 是不是他對於這 我們過去講的 對於陸克的政策 對於這ECFA 是不是從這一點 我們可以看出來 他有一點點解釋了 是不是他是非常有Gas的 老師怎麼看 我看不懂 從剛剛他自己本身 對那個 司法判決的看法 包括說他對自己本身的 這個研究案 我覺得他也沒有Gas 把他講清楚嘛對不對 那不只有些企業界 連南方碩這麼支持馬總統 也認為說他在某些地方 他的決策力跟決斷力不夠 這是國民黨包括馬總統 他自己要去反省要去思考的 這是一件事情 但是他如果說你覺得他做不好 那你應該相對的出來講說 你看他哪個地方沒有決策 哪個地方沒有決斷 我呢 我準備要執政了對不對 我的決策是什麼 我的決斷是什麼對不對 那今天從這個案子來看的話 今天你認為是政治雖差 台灣人 我們就從這個案子來看的話 那黃世民就講了 是你們執政的時候 把他壓下來的案子 對 你把他壓下來 我們等了很久了 難道要等到說追溯期過 再來辦嗎對不對 那這個辦的過程 像老大講的 像我個人也認為說 他不是侵占 他最多是獨立對不對 這可以討論 但是你的擔當在哪裡 我們執政的時候 我們沒有擔當 我們把他壓下來 那然後換別人執政的時候 別人沒有擔當 所以去查這個案子嘛 那我就相對比較 我覺得馬總統執政的時候 黃世民這裡很有擔當 該做的事情要把他怎麼樣 做出來 我相對覺得他有擔當 講擔當的話 那這個過程 有沒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可以討論 那講擔當 就這個案子來講 我覺得馬總統執政的時候 比他們執政的時候更擔當 另外一個 江國賢的案子是不是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啊 在他們執政的時候壓下來啊 結果現在被平反了啊 平反了以後是誰 誰任內平反的 馬總統啊 任內啊 所以我覺得說 你要講人家沒有擔當的時候 你可以很清楚的 把哪些地方沒有擔當的地方講出來 那你為什麼要比他更有擔當 講清楚 我覺得這樣人家會信服你 要不然就會變成說 我會覺得 在你任內的時候 民進行執政任內的時候 很多地方沒有做人家做的 那我個人也覺得 馬總統很多地方 應該再做得更好啊 我也會批評他 但是如果你做得 都比別人家還不夠 你要批評人家沒有擔當 到最後這個 矛頭啊 只會轉到自己身上 不過我們請韻彭彭來講一下好了 這是不是說 他說現在這個 馬總統啊 沒有guts 沒有擔當 但是他自己在對於一些 政策的說明的時候 是不是反而會變他一個罩門 現在國民黨 我看他們競選總部裡面 對於蔡英文的說批評 不管蔡英文講什麼政見 講什麼主張 他就說這是空心論述 所以我會認為說 蔡英文跟那個辦公室 應該要很清楚說 他不能夠只有 譬如說原則性 譬如說越在地越國際 你可能要連具體的方案 都要講出來 這是人家對你的質疑 那另外他講說 馬總統沒有擔當 沒有guts這一類的 其實你馬英九從以前 台北市長到現在 你所以做民調 他人格特質的相關的分析 那個魄力一向不是 馬總統的強項 所以他這樣去講 藍營的朋友也不一定會反對 因為他馬總統做事情的方式 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樣子會不會因為 沒有魄力沒有擔當 就投民進黨蔡英文 不一定 因為蔡英文他也不是一個 人格特質上分析 是一個相對來說 我很有魄力的行 也不是 很多他們兩個 是還滿接近的 所以你要去定位 馬總統的時候 我會認為比較好的方法是說 你的內政的政績做得不好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好的定位 如果一定要從特質上說 怎麼樣擔當什麼 他也是一路選到當總統 我不認為那是馬總統的造門 所以他如果蔡英文 把馬英九放在 這樣的一個定位上面來說 我不認為他是一個很有效 但是他講的的確是 多數人會覺得說 他馬總統不是很有 那個擔當膽量的 這樣一個人 但是你可以換個角度來看 馬總統他也可以趁這個 連任的時候 照著剛才莊忠老師講的一樣 是說兩岸的部分 那馬韓總統也滿敢突破的 講真的 他應該粗顯說 我就是這樣做事情 所以我的方法 跟我的擔當在這裡 這都是可以相對去討論 反而這樣比起來的話 沒有執政優勢的 民進黨跟蔡英文 會比較沒有發揮功能 要一個實質的一個政策 或者是 我覺得政治承擔 不能只是一個 他個性的描述 那也許你會覺得 馬英九他看起來比較溫和 很少講眾話 大家覺得這個 哇 大概就是他最強力的手勢了 但是在這個政策 政治的承擔上面 其實馬英九一直帶一個金箍咒 就是你輕忠賣台吧 所以他在這幾年 包含開放陸客 開放陸生 三通簽訂ECFA 是不是有擔當 其實是有擔當的 因為很多本土社團也好 或者民進黨 就是罵你輕忠賣台 但是他認為這是對的政策 他繼續走下去 這是不擔當 這當然是擔當 所以我們就一直問蔡英文 你的兩岸政策上擔當是什麼 那也許你就說 哎呀這馬英九只會在做兩岸 其實都賣台了 可是我們也講在外交上 爭取免簽證 可能我們在幫交國上 沒有辦法突破 但是我們爭取很多免簽證的國家 這個國家地區 事實上真的增加很多 一倍以上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 至少我們節省了很多的簽證費用嘛 好了 例如說國光石化 國光石化很多人批評 馬英九政策反覆 但是他最後拍板定案 也許到現在連我 我都覺得說國光石化 最後你整個的廢國光石化 也許會傷了很多人的感情 或也許這個是對一個政治承諾 或一個期待 是一個反覆的 但是他還是拍板定案 這個是不是政治承擔呢 這個是政治承擔喔 例如二代健保 二代健保的改革 並不是改的那麼好 可是他還是做了 這個是不是政治承擔呢 也是政治承擔 我老實說 我覺得蔡英文喔 也原來大家對她會覺得說 你有一個新鮮的面孔 你的面孔很fresh 你是新鮮人 可是後來發現說 它裡面是住著一個 民進黨的老靈魂 但大家你會發現說 剛才講的 這個當底登輝的案件的時候 他說這是政治追殺 台灣人的總統族群 這是民進黨的老梗嘛 老招啊 所以我就覺得 你是一個新鮮的面孔 住著一個老靈魂 另外我特別要講一下 司法改革 因為在這次的專訪裡面 我覺得最重視 就是他對司法改革的態度是什麼 他批評馬英九說 你不是辦幾個大人物 就是司法改革 所以他覺得是差 那我請問你 辦小人物是嗎 如果大人物都不敢辦 那我們談什麼司法改革 所以蔡英文 你的司法改革 到底是辦大人物 還辦小人物 還是告訴我們 大人物不要辦 這不是司法改革 另外他說不干預司法 並不代表這就是司法改革 那干預司法是嗎 剛才大家都講 在李登輝當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這個國安秘賬 是不能夠傳喚李登輝的 連劉太一都不能起訴的 這個也是陳水扁自己告訴我們 當時啊 他不辦這個案子 確實有政治考量 這是陳水扁自己公開承認的 所以干預司法 你把手伸進司法的個案裡面 算是司法改革嗎 蔡英文也沒有跟我們講清楚 所以我覺得他在那邊講 政治承擔這句話 沒有政治承擔 我覺得這句話 應該送給蔡英文自己 好這個除了這個司法改革 其實他這個在裡面呢 他說他要提出的是 所謂的在地經濟啊 非鎖國 但是這個鎖不鎖國 這個部分啊 關於ECFA 或關於這個陸客的一個政策 輝文你怎麼看 這個 王宏委員幫馬英九講那麼多 我不客氣講 我覺得是反效果 就驗證了南方說今天講的 馬英九很有政治承擔 那馬英九民調怎麼會這樣子呢 被人家講 輕鬆賣台講了三年 還是載不掉那個帽子 你就戴著那個帽子進墳墓好了 就被人家 人家講你輕鬆賣台 你如果我就沒辦法啊 我就可以用賣三年 說我輕鬆賣台 我就沒辦法改歲啊 可以蔡英文講這些 蔣剛主持人引出那段話 是說他存在訪裡面 我最同意的 怕當怕死都不知道 怕什麼就沒中定啊 這樣做總統也做三年了 但是我必須講 蔡英文他是要選總統 他不是評論員 評論員我們來幹就好啦 你是要選總統的 那馬英九的不好 不用你說明了啦 我們都知道啦 不然他民調不會這樣子 那你能不能比馬英九更好 你一證明就贏啊 你想辦法告訴我們 你一定會做得比馬英九好 提出例子 給我們保證 開支票給我們 我們就把票投給你啦 那我們沒什麼可以選的啊 可是我必須講喔 運彭兄之前講什麼 不要一軍選五都 二軍選總統 現在蔡英文出現 那真的是一軍啊 那時候一軍也想說 那是選2012還是2016 那時候有個問號啊 因為馬英九 2012是要連任的啊 那如果說 那現在小英推到第一線 然後旁邊都是民進黨的 這些老面孔 然後說我要選2012 我覺得蔡英文即便當選的 恐怕也做不好啊 這個是我比較擔心的 因為都是原來的班底嘛 我看不出來跟2000年到2008年 那8年的民進黨有什麼不一樣啊 看起來是一樣的啊 那原來我們那時候做得很爛 然後總統換人之後就突然變得很好 這個我是不是 因為你是團隊嘛 你是整個政黨去執政嘛 那民進黨的人才就這麼 這個樣子就這麼多 你說民黨這一次上演能夠做得好 這個我是懷疑的 蔡英文你要證明 你可以做得比較好 馬英九你不用罵啦 你馬英九一罵 你只是讓生男的通通抱在一起 那是沒有用的啦 那人本來就不會偷給你的 你不用罵了 你應該去爭取中間選民才對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